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中国禁闻 焚烧接杆欧肥种田 是中国农民的传统耕作方式 但近些年 中共却以污染空气等理由禁止农民焚烧 日前江苏地方政府挂出的禁烧横幅 在网上引发议论 根据网友上传的图片 江苏省肃谦市树阳县高须镇政府 在路边悬挂的宣传横幅上赫然写着 一家烧火全家坐牢 蹲到地里点把火 拘留所里吃牢饭 谁家地头谁看管 谁家着火谁罚款 这些恐吓式的标语在网上引发反弹 网友纷纷质问 这是连坐吗 也有网友说 有些虫子在接杆内部 需要焚烧才能解决幼虫问题 几千年烧过来了 到了21世纪烧个接杆就犯罪了 汽车牌放污染怎么看没有禁止上路啊 说到底还是没给他们创造GDP 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但中国劳工的工作时长却在不断增加 根据中共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 今年4月份中国企业工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 高达48.8小时达到20年来的最高值 如果按照每周五天工作制计算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接近10个小时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工人 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在逐步攀升 2020、2021和2022年的前8个月 分别是45.1、47.1和47.3小时 但今年3月已经攀升到48.7小时 不过中国劳工的工作时长并没有促进GDP的增长 大陆媒体报道说2021年以后 中国劳工虽然日益过劳 但经济成长率却不见起色 出现了劳动者工作时间一路攀升 但经济增长放缓的穷忙现象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共二十大之后新的权力不居下 央企高管不断落马 5月25日中共中纪委通报 再有7名央企管理人员落马 中共中纪委一个月内接连通报 三批中央企业管理人员落马名单 释放当局整治国企腐败的强烈信号 5月25号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告称 中央企业7名管理人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其中包括国家电网 原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王继年 中国华能门业有限公司原一级咨询谢俊文 中国一企奔腾车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蓝小斌等人 中共在这个时候抓捕这些国企的贪污官员 它当然根本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防腐 而是跟中共当情的经济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中共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问题 这些贪污官员存在中共所说的懒正雍正的问题 它认为这些人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 因此能对他们进行整数 中纪委上一次集中通报央企管理人员被查的消息 是在5月12号 当时包括中林集团 中美地质总局等7家央企的7名高管被查 某种角度上也是为了缓解 一时的财政负担的一个问题 之前中纪委在4月23号通报 中石油、东风汽车等5名央企高官接受调查 涉及东风汽车和兵器装备集团等央企 中共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因为有水丰厚又不受制约 历来是腐败的重灾区 电力石油这类能源行业就是这种情况 那连经好的时候 纪委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这些行业背后都有很硬的船柜撑腰 但是现在经济下滑得很厉害 央企是搞好经济的国家队 如果都无所作为怎么行呢 习近平一着急就把刀都架到这些平日吃香喝辣的 央企高管的脖子上了 事实上 自中共二十大新权力布局之后 当局早已高举反腐大旗 磨刀祸祸 中纪委4月9号宣布 新一轮巡视组已完成进驻 进驻单位包括中国航太 中国船舶 中国石油 中国移动 国家电网 中粮集团 中和和国家电头等30家国企 巡视组 重点查官员 其次查资产 这个背后它涉及到不是经济的大环境 而主要是政治的大环境 也就是说它因为是和美国的这个贸易 就没搞好 受制裁的企业很多 所以使得习近平就弄了一个所谓的叫内循环 国企 央企就将作为最主要的神力金在里面起作用 如果这些个国企 央企都充满了腐败的话 到时候甚至连习近平的话都不听 那个时候它怎么办 它现在可能更加担心的是这一点 此前在3月23号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发布消息 6名央企领导高管被调查 其中5名来自能源央企 并集中在电力和电网系统 这些被查官员的共同点 都是位居公司核心部门 掌握着企业资源 资产 资金的管理处置权 这次它落马的主要是电力能源和石化系统的高管 这些高管其实它掌控的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命脉 所以习近平对这些行业的腐败就比较担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阶段 他就严格查那个国企高管的那个原因 从1月31号到2月8号 已有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李东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总经济师张昌军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副总经理蓝一文 辽宁省能源局长汪洪明等 能源系统的官员落马被查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指出 中共为了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 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抓捕 中国经济成长动能疲弱 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之际 中国福建省官方禁止境外访问福建官网 5月25号路透社报道 部分海外用户发现 福建省统计局官网无法浏览 而这个网站主要是提供当地经济和人口数据 目前并不清楚阻挡的原因 一位驻新加坡的研究人员表示 他从3月份开始遇到限制措施 而其他人则表示 他们最近才意识到这些限制措施 福建省的数据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在前福建和其他省市 它为了争取外资进入 它需要相应的数据给人家 要不然人家怎么来评判 现在情况发生变了 现在中国打量的数据 就会反映出现在真实的中国的经济状况 如果说这些相应数据给海外了解的话 毫无疑问 对海外的投资是不利的 分析人士对路透社表示 福建省政府相关数据的重要性 远超过中国其他省份 是因为一些外国投资者密切关注 它是否有任何军事活动的迹象 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福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省份 它因为是对台 无统的话基本上就是在福建 所有的福建的军事设施 对台的一些计划 包括军事上的一些调动 都是在福建 中共当然是非常担心 如果说海外能够进入到福建的一些数据 虽然这些数据是双异性的 但也可能就是害怕通过这些双异性的网站 分析人士认为 在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中共对国家安全越来越担忧的背景下 任何与西方的接触 都可能变成一个政治化的问题 大陆前大学教授顾先生对记者表示 今年上半年他去公安局作笔录时发现公安局电脑 是不能上网的 中共全面修订的《反间谍法》将于7月1号实施 过去几周以来 中共官方持续对外资企管顾问公司进行调查 不少外资企业人士因为《反间谍法》而被捕 路透社稍早披露 中国最顶尖的金融数据供应商之一的万德信息公司 去年底已禁止部分海外使用者取得特定商业和经济数据 中国重要的学术资料库 中国知识基础建设工程 也从4月1号起限制海外订户登入 黑赤黑 中国最大催债公司179名员工被抓 中国最大催债公司湖南永雄集团宣布停业 并且自曝179名员工被安徽警方异地带走调查 分析指催修公司存在灰色地带 背后有政府撑腰 出事可能是黑赤黑 同行认为这是中央释放整肃催修公司的讯号 5月25号 湖南永雄集团发布告全体员工书 宣布当天起停业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最坏局面 告知书称 4月3号至5月19号 安徽警方跨省执法对集团4家分公司调查 共将179名员工带往安徽采取强制措施 其中3名员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捕 告知书没有说明分公司被调查的原因 只是强调不存在违法行为 同时用威胁口吻向湖南政府提出三项请求 要求湖南警方和政法委介入处理事件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 讨债公司设立和经营的业务合法 但他帮别人收账一定存在灰色地带 别人欠你钱你收不了 你去法院打官司法院也没办法解决 你交给我那我没有点超越法院的手段 我凭什么能要到这个钱呢 所以他一定会办有某种违法的甚至犯罪的行为 那么迟早要被处理 根据投报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度的一份报告 中国规模在千亿以上的头部催修公司共有8家 其中永雄规模7700亿元居首 合作的金融机构有22家 佣金率高达35%到65% 催债公司被认为类似于前几年全军覆没的P2P公司 各种高息网贷 校园裸贷 这类公司曾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而永雄集团也被投诉 对被害人及亲朋好友使用语言侮辱 简讯轰炸 电话骚扰 堵门闹事 发送合成不雅图片 甚至冒充公检法人员等 他用很高的佣金 100块钱 你给我要回来 我给你65 70 那就意味着这个债本身是很难收的 这样的公司用违法的犯罪的方式炒债 它能这么长期的程序下来 一定是由当地的政府 有当地的人脉资源去保护它 甚至是跟它分账 它们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实际上它跟别人也是一个合伙生意 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把这个公司精英到今天 永雄集团2014年4月成立 业务包括银行信用卡预期催收服务 小额不良消费贷款 及民间借贷催收服务 2019年永雄集团计划赴美上市失败 当时的招股书显示 永雄在中国29个城市设点 拥有一万多名催收人员 1109名催收专家 每年的营收在5亿到6亿元之间 手里有400多亿带锥的欠款 这种公司和那种接盘的债务公司去处理 债务完全不是一样 它是用非法手段去逼迫对方把欠占完了 中共社会允许这种公司存在 就说明中共允许黑社会存在 本身它自己政府就是黑社会化 今天它被打击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黑吃黑 未必是公安出于正义 如果出于正义 也不会说这公司成立9年以后 公安才正义起来 永雄集团再告员工书中称 集团的员工正在大量流失 从疫情前的1.7万人 降至疫情结束后的7000人 公司这次出事后 员工降至2000人 2017年有数据显示 中国正规注册的催收公司 约3500家 从业人员30多万 如今中国最大的催收巨头出事 不少从业者认为 这是对催收行业整顿的讯号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中国维权律师刘卫国 5月24号发视频说 大陆法院在庭审中出现强推式庭审 就是把关不在乎程序上的任何规定 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把庭审程序走完 这就意味着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 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权利保障的规定 在法庭上全部失效 并举例说 宁夏无中中级法院丁学府案件法官 就是采用这种强推式审判方式 云南维权人士徐坤、宇兰珍夫妇 5月26号到成都旅游 顺路探望维权人士黄旗的母亲蒲文青 但他们到达蒲文青居住的小区门口 就被四个成都国保带到派出所 声称要让昆明国保前来带他们回去 目前徐坤夫妇下落不明 河南异见人士曹培植 因在微信群转发批评中共的言论 去年7月3号被河南省地马市公安局 以徐均滋事罪名抓捕、起诉 但案件到法院5个月都未审理 目前已经严重超期 曹培植仍然被关押在免池县看守所 河南焦座访民张小玉 因煤矿收购纠纷维权多年 期间遭遇无数次的殴打、关押、直至判刑 今年1月底至2月初到北京旅游时 再度在北京被警方抓捕 之后被焦座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批捕 目前仍然被关押在焦座市看守所 因家庭经济困难 案件一直无代理律师介入 最近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 中国民众对于中共武统台湾的态度不一 三分之一的大陆民众反对武统台湾 只有1%希望直接开战 22%认可维持现状 当代中国期刊5月14号发表调查文章 显示中共武统台湾在中国民间只获得微弱多数支持 这份调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刘瑶 和上海纽约大学副教授李小卷共同完成 统计时间是2020年底至2021年初 问卷面向全体中国民众 参与者大多是大专以上学历 问卷中列出5种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 结果显示 只有55%的人表示支持对台湾发动全面战争 而希望直接开战的只有1% 反对武统的人有33% 另有22%的人希望长期维持现状不变 中共一直威胁要武统台湾 但之前中国网上甚至出现反战文 表示如果开战绝不上战场 也不会让孩子去 因为我们国内当的老百姓 现在都是一个独生子女 谁为你们去行战 要武统台湾可以 让这些高官 那些中央委员的子女 先一个冲锋献身去 他们打仗打仗打什么打 牺牲的都是中国人 台湾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凭什么要去打他们呢 你这个武统没有合法性 也没有正义性 大陆高校退休教师顾国平表示 那些该拿回来的东西 中共反而没有拿 比如说海生碗 抠月岛 这么好的一个宝地 比台湾都要打十倍的 又是一个 有资源 有石油 有黄金 又有渔场 又有北面的出海口 江泽民当政时期 与俄罗斯签订了 丧权辱国决定书 将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枯叶岛在内的 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卖给了俄罗斯 大陆高校退休教师刘女士指出 毛泽东时代就试图武统台湾 但是到今天也没有统一得了 中共党媒之前曾声称 如果发生战争 中国有94%的人愿意挺身而出 但民间并不赞同 你调查民意 就是90%人都反对 武统台湾 你就听民意的吗 民意在你共产党的眼里 算什么呢 另外凡是战争 一个是死人 这是必须的了 再一个就是 这个花钱了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你还要发动战争 不发动 他可能还多活几天 发动战争 他使得就更快 就算他有哪个人比较疯狂 要台湾开戴 我相信军队也不会那么傻 像日本啊 韩国啊 可能还包括澳洲啊 还加强大呀 包括英国 这些联盟国家 我认为他们可能 可能会非常积极的 会会协助台湾吧 我会不是那么好打 大陆媒体人刘先生表示 此外美国一直在帮助台湾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提供台湾现代化的装备 台湾人呢 说实话 也是咱们中国人一部分 对不对 那他们的聪明才子 也不要为我们对吧 所以我觉得 他们有了更好的装备的话 我觉得不是那么一撮 就能解决问题的 那一旦说 现在战争 现在焦灼的话 那么国际社会 毫无疑问的 那其他多数 可能都会站在台湾这一边 因为毕竟 你这国家还是多数嘛 刘先生认为 中共至少十年以内 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 如果贸然发动战争 一定会像俄军入侵乌克兰一样 大伤元气 得不偿失 甚至是惨败 大陆民众表示 通过看真相新闻 了解到中共 把人心道德搞坏 给中国带来灾祸 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请看他们的声明 扇平声明退团退队说 我看了几年新唐人电视台 感谢新唐人电视台多年来 坚持报道真相新闻的努力 同时也看出一些问题背后的根源 其实中国社会经济不好 天灾人祸的根源 在于共产党把人心道德搞坏了 人要是缺德老天爷也不会赐福 经济自然好不了 人心败坏必然感召天灾人祸 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应该多开一些 关于中国社会如何人心败坏 道德沦丧的节目 每天看到各种天灾人祸 归根结底还是人心败坏感召的灾难 现在中国社会没人相信共产党思想 都是为了利益干缺德事 普通老百姓有事根本没人会管 早不信那些无神论歪理邪说了 天佑说 我明白共产党是太坏了 骗了我们那么久 门口谎言 对老百姓不好 全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没有讲过老百姓 我退出少先队 他做的所有坏事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要再被他欺骗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